現在就是這個用傳真的機會相對比較少 因為大部分可能很多的是透過Mail的往來 但是偶爾還是會需要 可是你去買一台傳真機好像不太划算 因為還要有一條電話線 不是買來就好 那如果說你可能是在宿舍 你很多人現在正式是什麼 只有手機沒有置換 因為手機比較好少了 那怎麼辦 你就可以來登記您的這個 你可以待會用這個關鍵字 我每天可以找一下 警惠器就找到了 事實上我給各位看一下 在這邊 如果你是學生當然很不太需要 如果你是在工作的 我相信你有沒有看 很多公司都會用這個 因為這樣人家比較好認識 你有沒有看到我後面有個傳真 對吧 那這個部分的話就是說 方便你比如說你今天沒有傳真機 或者說你人家外面 那人家傳真給你什麼不方便 或者你要傳真給你什麼不方便 你就可以用這種方式 那他收到之後呢 如果他收到傳真 會直接寄到你的信件裡面 就變成一個信件 看你了解意思嗎 這樣的話就比較方便 我找了這個關鍵字 我來這邊 給各位看一下 有沒有他會送給我 他如果有傳出去 你會告訴我 就已經傳送成功了 好 你傳送成功好 那譬如說你看 你看 看看 旋回 這個 接收傳本 這裡 這樣就看到了 他就告訴你說 這樣子 然後呢 他會變成一個附件 好 變成一個附件 那我等 這邊 看一下 有看到了嗎 他的副檔名詞 CIS 但是你不用擔心 因為Google可以支援 他直接線上檢視就好了 你也不用下載下來 除非你要下載 好 因爲這個附件就不能直接檢視 那你就打開 你就看到人家傳什麼聲音 對不對 因為我們現在 如果你是用傳真指 你看時間不是會消失嗎 對嘛 所以也比較不方便 那內容你不用看太多人 聽說六歲金的 哈哈 好 這樣子 就很單純 對不對 好 因爲也導遊在你的附件裏面 那這樣就相對 我要查資料的時候 也比較方便 那麼各位 順便跟大家說一下 就是說 你知道區沒有附件多大嗎 它是 你如果現在去申請 一般來說是大概7.87 7.87 那播出來講應該是夠用 但是如果你不夠用的話 你可以去怎麼樣 再擴充一下 好 所有的擴充一下 你可以找一下 在你郵件的最下面 或者是 沒有辦法 我先不要分割 你看一下在最下面 應該會看到 或者 我的問題 我的問題會不會多一點 因為我有再買 再買20G 但是非常便宜 20G多少錢 20G 當然就要美金算了 可是是一年 不是一個月 所以 一年20G 差不多150塊 很便宜吧 所以也會 至少 不用像雅虎 以前都那麼誇張 因為其實還是 它還是需要 就是 提供服務所 就是要收一些費用 但是它相對不是那麼貴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你看我 我這邊可以管理 你可以 點一下之後 你又看到了 它在這個帳戶裡面 有沒有 20G是不是 很快錢 如果真的 你的郵件那麼大 其實說真的 如果你的 Outlet 車子 有達到20G 的話 那你大概就 打不開了 哈哈哈 表示說 你們家垃圾太多 你看80G才20塊 可是你真的 80G要用完 你要用很久 我真的要用很久 所以 就是給大家參考一下 因為 就是 有可能 如果你真的用的比較多 比如說 你剛好要講的 Google文件 它預設是只有一區的空間 那如果你覺得不夠了 你可能就需要過程 那麼 這次能夠 就是加上 你原本的7.87 所以等於會是20G 這樣 您大概了解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這個油美電視 我們剛剛講的 它也會有收費 但是這個收費的話 你們 不用擔心 你收傳真是 你不用搶人 因為是傳給你的人 付費 好 那如果說 你要傳給別人 這個就是 你就要付費了 你就要付費了 所以你看 我把品質器 它有兩種 它有兩種 一個叫做 民眾傳真 就是負責傳上去的 傳出去 就是收進來的 另外叫 敗發傳真 也就是說 你今天沒有傳真機 可是大家是不是都有手機 很多人現在是怎樣 把他傳給你 然後我就 用手機照相起來 然後再把那張傳給你就好了 對不對 你可以變成信件 可是有萬一對方 比如說 像我最近傳過的就是那個罰單 雖然不是我 都傳罰單 但是我當別人傳 那那個罰單 那個就是 它會傳之後 給你一張 然後你要舔 那你可以用掃瞄器 也可以用手機把他拍下 那我就不用拿到傳真機 我就直接透過他的這個賬號界面 你去傳出去就好了 這樣您了解嗎 那這個是要付費的 就是你要傳出去就要付費 但是收那個傳真不用錢 收傳真不用錢 那你可以發現 我們這個傳真 傳真的號碼 你有沒有覺得好像 0.9多少 你知道 這是什麼號碼 以前那個BBCode的那一個 你知道 以前不是都有那種BBCode 現在那些號碼還是在 只是沒有用 所以他就拿資源回收一下 再拿來做傳真用 傳真用 所以這個號碼 當然也是有限 所以等一下 這個你可以嘗試看看 就是說 來這邊先加入會員 那你把他這些基本的資料都填完了 他就會產生一組 就是行動傳真碼確認 那如果你有個人賜號 喜歡選號碼的那一種 不是自動選號的 可以 發錢 就我們那個號碼一樣 你可以發錢 但是 原則上就是說 你最近填完了 那麼他就會給你一組 可是他為了有效應用這個資源 因為有些人是怎樣 站個矛盾 不做事情的 那這個號碼就浪費掉了嗎 所以你第一次申請完的時候 他會邀請你說 其實在一天之內 傳真到你自己的那個行動號碼 假如是說你願意 你要使用這個號碼 就是他給你那個號碼之後對不對 你傳一封給自己 那了解吧 不管你是搜尾的 還是用別人都可以 那你有經過這個程序 有確認完成的那一組號碼 你就可以繼續使用 所以說比如說你今天剛有申請完了 那我都沒有去理他 那麼那一組號碼 昨天就被收回去了 這樣的話才能夠那個嘛 那你可能會想說 那這樣這個費用是多少 如果說你要 假設你要發傳真 我可以從這邊 從這邊貸發傳真的號碼 你就直接選 在這邊貸上貸發 你就帶出傳真的號碼 那你要除此的話 你要除此就是用了一件傳真給他 最少一台看一下 也還好吧對不對 而我用到的時候就算回來了 哈哈哈哈 好那你如果說 加入對方的號碼之後 那你的檔案 選兩件 你可以把你的 看你是長文件還是照片 長文件就放進了 選好就同一次了 你也可以指定時間長 也可以一二長 大概是像這樣子 那麼如果用傳真功 比如說你看 我就可以去查詢一下 傳真記錄查詢 好 比如說我查一下 十月份的號碼 十月份的查詢一下 怎麼樣 用到十月份的號碼 因為其實說真的 現在用到傳真的比我很少 你要看到 交通四度 你說資料哥你怎麼時候傳 然後有沒有成功這樣子 好 這樣大概清楚了吧 好 所以座位你可以稍微嘗試看看 原則上 我們主要要用的 主要是這個行動傳真 他的這個費用 不用 不用收錢 但是就是說 你剛好申請到最後一個步驟的時候 他會提醒你 就是在一天內 請記得傳送 就是傳真 到他給你的 就是給你的那個行動號碼上 這樣就表示說 簽名在張那個號碼 一定要進的這樣 OK 你可以查一下這個 劉美電信這個 這樣的話 尤其是同學 如果說你剛好是出門在外 你不方便 所以你那種固定的 這種傳真號碼的時候 就還蠻方便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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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